我們從自己快災戰的數字 還有我們自己臨床上的觀察 我們非常清楚在疫情還在升高 所以為了要讓家長有時間準備 所以就沒有等下午2點疫情指揮中心之後 我們再去宣布 那我們要宣布是這樣 從明天開始 台北市全境 那個高中以下 包括高中、國中、小學、幼稚園 安親班、補習班 還有托嬰 不管是公托、私托的 這種比較群聚的 全部都停班 那先停兩個禮拜 到5月28號 那之後的話我想 因為我們還是要按照這個疫情的進展 隨時再跟大家宣布新的政策 所以以後我們就是應該是原則上 在疫情還在進展的時候 每天會宣布每天的這種政策 所以今天先宣布 明天台北市高中以下 全部停班、停課 好就這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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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